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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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求生者是我們繼續探討和學習 在屬齡中如何成為求生者 今天的講題叫做物吾契機 也挺難讀的 物吾契機 每逢我們在人生當中遇到生存生活的危機 其實我們都會遇到很多契機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 很可惜,但我們很容易會錯過這些轉機 契機就是轉機 因為這些轉機很多時候都需要 需要你在千針一發 在那一剎那間做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否則你就會一聲錯過了 沒有了 好像小鳥一樣 你想去捉牠 但捉不到牠便會飛走了 所以這些契機是不容易的 危機就是不跟你說 就這樣臨到來到 即是不客氣的 有一個牧師 他也很危機 很危險 因為他在那個教會 他住的地方 下大雨 下到很大 傾盆大雨 不停下 好像昔日浪 洪水一樣 不停下 下到的地步 他要有一天 一路走上去 從地上 一路走上一樓 走上二樓 一路走上去的時候 差不多到天台 水流很高 很緊張 祈禱 求神救我 有一個山板 你知道什麼是山板嗎 然後那個人 原來是一個救生人 在裡面 牧師 快點下來 雨越來越大 會浸死你 牧師說 不用了 你先走 上帝會救我 你先走 這個時候 牧師便走了 他不肯上船 但水開始越來越高,直到腰部 開始寸步難行,直到尖水 在他很緊張求救的期間,又看到一輛快艇 又是同樣的救生員 他說,牧師,牧師,很大雨,快點來吧,否則沉死你 如果不是,牧師再次說一句話 他說,不用了,你先走,上帝會救我的 如是者,雨就不繼續停了 真的好像紅色一樣,直到頸部 突然之妹很危險 這位牧師看著上面 神啊,你救我吧 然後遠處看到一輛直升機 直升機很厲害 那人說,牧師,快點上來吧 然後他定了一條梯 你快拉著一條梯,我拉你上來吧 你還有機會的,不要錯過 大家都知道牧師說甚麼 你也好像說,不用了,上帝會救我的 大家知道那輛直升機就離開了 大家也知道那結局是怎樣的 那結局是怎樣的 回到天家了 回到天家的時候,他就問上帝 上帝,為何我這麼忠心的為何要守住這個教會 為何你不救我 上帝會怎樣說呢 喂,我沒有救你,不是吧 我第一次接過山板過來 我以為你覺得它危險,是不是 你山板仔 OK,那你不想算 我第二次找一輛快艇來 你也不肯 我第三次找一輛專人直升機來接你 你也不肯 我沒有辦法,一定要接你回來 當然這是一個故事、一個笑話、一個虛構 但都告訴我們 其實在我們人生當中 很多時候我們都錯過了很多神拯救的機會 很多神在危機當中幫助我們的時刻 但與此同時我們又祈禱 神啊,你救我 我們人生就是這樣很矛盾 也許神曾經感動過你 希望你回應的那一刻 但你錯過了 或者說一句說話給你 是聖經也好 藉著人也好 說一句說話給你 希望幫助你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但你也錯過了 很多時候我們人生錯過很多的這些契機 錯過契機、錯過轉機 往往帶來的很多的遺憾和可惜 這些遺憾和可惜不是說 一會大家吃飯的時候 叫錯了一碟菜 不是很好吃的 這種遺憾不是這樣 這種遺憾、這種淑靈的遺憾 其實錯過是讓你一生一直都經歷不了神的恩典和風格 以致你的生命經常都在拯救我的階段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跟你說過 這是最後的機會 你快點把握吧 否則就沒有了 如果你的人生仍然是發覺你錯過了很多神給你的感動的一刻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是煞事的感動 但這些都是神給你的一些時間和機會轉機 如果你的生命是充滿了這種遺憾和軟息的時候 今天神藉著我們要去看的經文 告訴你 神繼續給你機會 耶穌有一個門徒 他一生當中 跟隨耶穌那幾年 充滿了這種錯過的遺憾 錯失的機會 我不知道他好像心靈似頓 好像剛才的牧師一樣 那麼硬頸 他錯過了很多次機會 耶穌給他很多次機會 誰是門徒? 十二個 說足十二個都其中一個 不是猶大 猶大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他把握每個機會 這個人是彼得 彼得可以說是一個很熟悉的名字 我們稱為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會這麼矛盾 因為很多人都很熟悉他 但其實你對他很陌生 我們對彼得也很熟悉 沒有人不懂西門彼得 但是你對他那三年 跟隨主的心路歷程 可能有些陌生 尤其是每次他錯過了神 給他機會的一刻 可能你未能觸摸到 他內心心靈的深處 神想怎樣跟我們說話 今天弟兄姊妹神要我們一起去 學習的是無論你錯過了多少次機會 無論你怎樣在機會當中迷失 神說今天你可以再把握 因為一切的機會仍然在神的手中 彼得從一個失敗軟弱的跟隨者 他怎樣成為一個德性的門徒 以及偉大的目者 我們接下來要一起去咀嚼和思想 希望今天你完成這個崇拜 神的話語再一次建立你 就像昔日建立彼得一樣 相信我們對彼得的認識 都是很零碎和片段的 如果我問你 你記得彼得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說一、兩件來聽聽 你會說哪一、兩件呢 很可能你會說 第一件你會覺得 他在水上走的時候 看到耶穌 他說如果你是耶穌 你叫我走過來這裡 但他接著掉下水 或者你第二件事想到的是 這是第一件事 如果你叫我從水面上走 他剛才說了 第二件事可能你想到的是什麼 可能你想到的是 他被耶穌罵 當耶穌問 你覺得我是誰的時候 你們覺得我是誰的時候 他說 你是基督 你是耶穌 永生神的兒子 但他最後換來的是 被耶穌罵了他一頓 撒旦 退我後面 第三次 如果你覺得他 第三件事很記憶猶身 他最後三次不應主 很多這些零碎片段 讓我們看到 彼得他每次的錯過和挫敗 剛才說這些事情 你都會發覺 其實是一些危機 是他一個屬靈的危機 也許你也曾經有屬靈的危機 但每一個這些危機 其實神都想彼得 去經歷他自己 你都會發覺 剛才說的 第一件事 他要在水上面走 其實想他經歷甚麼 想他經歷神 這個偉大大自然的主 他是很偉大的 但很可惜他換來的 剛才我們聽到的那句說話 你自己是小信的人 為甚麼懷疑 第二件事 當耶穌說我是誰的時候 耶穌經常問你 我是誰 祂想你知道神是誰 你經常都答到基督 經常都答到 你是永生神的兒子 但每逢基督說祂的使命 你就會說 耶穌不行 比特就說 耶穌你不可以上十字架 這件事不行 聖經說明說 祂閘罷耶穌 也許你的生命當中 曾經有這樣跟神說過 你是基督 但我今天遇到這件事 是不可能的 然後耶穌就跟你說 撒旦 退去我後面 很嚴重 最後三次不認主的行為 令到彼得 不僅是彼得 其他人都很失望 掉了眼鏡 你是否曾經有彼得 不認主的行為 或者你連得罪主 你現在都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 我們發覺 在聖經裡 幾乎每一本的福音書 到最後結束 都是用彼得三次不認主 來結束 當我們看到聖經的時候 我們發覺 即是先不計時行轉 當你看聖經 你不要先看時行轉 你看四本福音書 你發覺 彼得三次不認主 就是彼得的結局 你如果是福音書裡面 其中一個人物 如果你的結局 最後是三次不認主 四次不認主 五次不認主 我不知道你回到天家的時候 你會怎樣 神啊 為何你不救我 是否一種 但今天我們要看的是 約翰福音 第21章 唯獨這一張聖經 若看你知道是 是耶穌所愛的門徒 是耶穌所愛的門徒 就是一個重建彼得 他再給予機會 到底彼得這次能否掌握這個機會 他能否再一次 因為這一次 能夠再被重建 成為一個德性的門徒 或者是永不超生 當然了 我們知道 大家都看過聖經 《士堂傳》 《彼得前後書》 都知道答案 但其實在這個位置上 他人生的分水量上 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我們一起讀讀這個 這麼特別的經文 好嗎 在《士堂傳》的21章 我們一起讀 這則是以後 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 再次向門徒顯然 他顯然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時西門彼得 多馬加利利的 拿旦葉 西彼泰的兩個兒子 和另外兩個門徒 都聚在一起 西門彼得 對他們說 我要打雨去 他們說 我們也跟你一起去 於是他們出去上了船 可是那一夜 他們並沒有打到什麼 清早的時候 耶穌站在岸邊 門徒卻不知道 他就是耶穌 耶穌對他們說 小子們打倒雨沒有 他們回答沒有 耶穌說 把網殺在船的右邊 就可以得著 他們就把網殺下去 可是拉不上來 因為雨太多 耶穌所愛的門徒 對彼得說 是主 西門彼得一聽見是主 就立刻束上外衣 因為他當時赤著身子 眾生跳進海裡 先讀這七節 故事還不夠遠 這個給我們看到的 是復活的耶穌 再一次在提比利亞的海邊 向七個門徒顯現 你數一數是七個的 我數過的 提比利亞海是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大家很熟 以前門徒經常去的地方 是他們未做門徒之前 打雨衛生的一個地方 即是你的辦公室 你每天都去的 是一個地方他很熟悉 這個提比利亞海 對門徒 尤其是這群打雨 有些不是打雨的 有些門徒 有些門徒是碎裏 尤其是打雨的門徒 他們有很多回憶 特別是彼得 你也記得 彼得和他的弟兄 或者有幾個門徒 都是在這個地方被蒙召 在那裡舉手決志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你在哪裡決志 在哪裡蒙召 我記得我在一個報道會 但我已經再記不起來 是哪一間教會 這是我的遺憾 我真的想不到 那個教會是哪一間教會 在聖浩西 不過我相信 神終有一天會告訴我 有一句說話 對比德來說 記憶猶新 那句說話是甚麼 來跟隨我 我要你得人如得如 三年前的這句說話 今天三年後 耶穌都死了 這句說話 他在提比利亞海那裡 不斷在迴響 來跟隨我 來跟從我 我要你得人如得如 對比德 在這個時候 他內心很多的掙扎 因為跟了耶穌三年 其實他真的沒有打過魚 一直跟耶穌去 拼搏 真的拼搏 不是 用刀去斬 他真的有很多 他在這刻 他帶著一個很沉重的心情 這句說話 很大的負擔 他在說了一句說話 他在說甚麼 剛才的聖經說 他帶頭說 我要打魚 他那些門徒就跟著一起打魚 剛才的聖經說 到底這次 比德再一次打魚 是慶之所致 還是重操固孽 經文沒有說 但有人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慶之所致 那為甚麼不在沙灘打 沙灘球就算了 要不說是打魚 但無論如何 這次的打魚 聖經給我們看到的 跟三年前的情境 是一模一樣 三年前的打魚 跟這次的打魚是甚麼一樣 一條魚貓都打不到 是一模一樣的情境 是沮喪失意的情境 我懷疑那些門徒 打了一整晚都打不到的時候 都是你那大師兄 就是喜歡罵大師兄 都是你那大師兄 又叫我們打魚 打了一整晚都打不到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你們有試過打魚嗎 即是釣魚嗎 我記得有位弟兄跟我說 他說每次釣魚都很失望 我不知道是否好像彼得那麼失望 他說因為每次釣魚 都未去到出海 他就已經不斷在那裡餵魚了 因為浪太大 在那裡狂吐 吐完左邊又吐右邊 去到那個時候 他都覺得軟了 接著一無所獲 吐一獲 接著就回來了 他說每次都是這樣的 他說不要再打魚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明白當時彼得的心情 如果他們真的重操故業 我相信就傷心加失矣 加失望 加失敗 很多的失落在當中 如果那一晚 如果你在當中的船 你都會覺得可能是這樣 但是今天神仍然要告訴他們 神告訴他們 一切的契機 一切的機會 仍然在神的手中 弟兄姊妹你也是 你一切的機會 無論你今天是多麼失意 多麼失落 神告訴你 仍然有機會 仍然有契機 經文繼續告訴你 耶穌站在岸上 因為那時候 不是很遠 大概有100米左右 游泳也游到 那些游泳高手 只有一百米 只是很近 耶穌在岸上 叫他們 可以跟他們這樣說話 不用手機 或者訊息 就是這樣 喂 將網殺 第一句話是甚麼 他應該說 喂 你們能不能打到魚 然後有些人說 突然有一個人在 那麼關心他們 打不到 甚麼 打不到 還問 中文 然後耶穌說 打不到 將魚網殺到右邊 真是的 試一下 他真的殺出去 讓我們看到是甚麼 拉不上來 因為魚太多 在這裡我定格 定格在這裡 這一格 定格 即是立刻停止了 你會看到甚麼 在那個船上 那些人的表情是怎樣的 全部的定格 是很興奮的 對比是初頭 那天晚上打不到魚 是生意失敗的 打不到魚 人生沒有機會 老本行也做不上 但現在這個定格 跟剛才那幾秒前 完全是不同的樣子 你明不明白那種 那種轉變 在神那種機會 他給他機會 那一份的 那份的恩典 那種的厲害 然後經文就告訴你 有一個門徒 在耶穌所謂的門徒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甚麼 是主 即是有一個很開心 每個人都很開心的時候 有一個人突然說 是主 那是約翰 另外經文就說 比達聽到是主 他怎樣 他立刻跳下水 是吧 但他很奇怪 他是怎樣跳下水 他是穿件衣服跳下水 弟兄姊妹 先說男性 你本來沒有穿衣服的 你會不會穿件衣服跳下水 真的很奇怪 是救生衣還是游泳衣 I don't know 先不管這件事 不要理他為何要穿衣服跳下水 有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但他這一跳 可圈可點 高台跳下水不是 轉幾個圈不是 可圈可點的時候 到底他這一跳 是因為他是出於熱情 哇 耶穌 I love God for love 我為耶穌 我跳下去 立刻 在世界紀錄 一百米 現在一百米是多少 我不知是甚麼顏色 自由顏色 即是 比麥克風快要游過去 是熱情奔放的游 還是另一個可圈可點的 揣測就是 他是很不敢再見耶穌 是主啊 卻穿了一件衣服 脫上頭 嘔 然後閉氣成 分幾兩分鐘不想來的那種 是哪種 是哪種 可能有些人說 我都不會游泳 我不會游泳 三次不認主的彼得 你以為他有沒有面子再見耶穌 你是彼得 你三次不認主 雞蹄那天 你四目交頭見到耶穌 你怎麼樣 彼得那時怎麼樣 哭 痛哭的聖經話 接著那個沒有說的 是我說的 哭得像湯雞的聲音 接著也聽不到雞蹄 其實雞可能繼續叫 但是他哭得像湯雞的聲音 弟兄姊妹 犯錯得罪神 是我們信徒 避免不了的事情 是不是 有沒有誰 你這樣說 我沒有得罪過主 有沒有人像彼得那樣說 縱然所有人都離開你 但我也不離開你 三次不認主的彼得 他有沒有面子在這裏再見耶穌 犯過這麼大的錯誤的時候 基本上可能是沒有得翻身 沒有得再彌補的時候 他如何面對這個神 我記得我讀神學的時候 有一堂叫做教木學 在教木學裏面 專門說如何教人做牧師 教我們做牧者 其中一次是說到牧者的失敗 老師介紹了一個牧者 當時大概是2008年 他說在2006年有一個牧者 叫做Pastor Tech 這個Pastor Tech 他在Colorado Springs 一個教會叫做 New Life Church 是當時全美福音派 最大的一個教會 他是創辦人和主日牧師 教會是一萬人以上的一個教會 我上網見過他們的教會 跟我們那個不太相同 他那是一萬人 他是全美福音派聯盟的主席 他曾經是當時 2006年 那時候應該是小布殊 是小布殊的一個智囊 一個這麼有能力 這麼有威望的牧者 於此同時他當時在台上 有時說到 批得很狠的 對那些同性戀 即是責備他們 你們同性戀是罪人 但是在2006年尾的時候 一個很轟動的新聞爆發了 就是他有性醜聞 這個牧者Pastor Tech 他跟一個男性 工作者、男、性工作者 有很多多次的商業 性行為、性交易 當這件事被爆發了之後 他 不僅是他自己 整個教會、整個福音派 是震動了 是震動了 Pastor Tech 當他被揭發的時候 他承認自己的罪 他跟大家說 他說他是 First-class-loser First-class-loser 他說他是失敗者 而他是頭等的失敗者 他說他這個 性的不道德 他說他是他一生人 最可恨、最可惡、最黑暗的一個部分 是他成長後一直在掙扎的一個部分 這個牧師 最後他被流放 他有一個網上的劇集 說他現在怎樣 他有太太、他家裡有三個小孩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像這樣大的牧師 他遇到這些事的時候 他怎樣面對 他有沒有回頭的機會 第一說他餘生是很遺憾、很屈枉、很淒涼地度過一生 這個時候他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電影姊妹 如果你是他的太太 他最需要的是什麼 你是他的子女 他最需要的是什麼 如果你是他的神 這個牧者 最需要的是什麼 我相信不是再需要一句 鬧到很狠的說話 我們會的 我們會的牧師架 但是神說 這個人最需要的是重建 給他多一次機會 彼得曾經都類似的一個光景 很需要很需要一次的機會 因為他已經很多次錯失了 他三次不應主 他需要重建 他需要一個心靈的重建 他需要一個整人的重建 但是今天我們知道現實的世界不多 你的機會 即使有 但是重建一個人 你知不知道很難 你知不知道重建一個人很難 我們做牧師的 就是經常都嘗試重建人 但是我們發覺最困難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 就是當那個被重建的人 他自己也不肯原諒他自己 你告訴他 神會原諒你 神射免你 你再回到神那裡 但他不肯再原諒自己 他不敢面對神 不敢面對人 往往最後我們知道 他就是走絕路 絕路大家都知道是甚麼 但今天神再告訴我們 在神的手中 仍然有所有的機會 你會發現耶穌基督剛才那幾節的經文 雖然短短七節 但其實耶穌基督用了很多的心思 正所謂用心良苦 去幫助彼得重建他 為甚麼呢 用他最熟悉的一些說話 即是地方 提比利亞海 當日他蒙著的地方 用最熟悉的事情打雨 所有一切熟悉的事情 希望讓他能夠回想當日 神給予他的呼召 等於今天你可能想煮了一段時間 你會不會還記得當日蒙著的一刻 你記得神當初給予你的呼召是甚麼 很多時神會用最熟悉的東西 或者一首的詩歌 或者一句的經文 去提點你 希望你能夠掌握這個機會 在危難的一刻 我記得我年少的時候 現在已經是中年了 年少的時候曾經許下諾言同僧 說我要一生去侍奉祂 但由於世界金錢的誘惑 我的心都淡了很多 在我想著都不會再有機會 去一生服侍神的時刻 神再一起在我生命當中出現 給我一次機會 祂再給我一次的機會 等於今天無論你是甚麼的光景 可能你今天跟神的關係很奇怪 或者你沒有再將耶穌基督 或者神擺在首位 但今天神告訴你 你仍然有機會 祂仍然願意給你機會 去和祂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好的關係 願意重新讓你再去經歷 祂那份的慈愛和恩典 這個重新的機會 神沒有埋沒給你 但有一個關鍵 關鍵是甚麼呢 就是一個敏銳的心 剛才你聽到不是比特 是誰說事主 是約翰 當機會來到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敏銳的心 今天神告訴你 因為機會我們經常說 是給一些預備好的人 預備好的人 是需要一個敏銳的心 在你的心命當中 你要敏銳神對你一切的事情 以至機會來到的時候 你能夠把握 如果不是很多時候 尤其在危難的時候 你通常就坐在那裡埋怨 你沒有一個敏銳的心的時候 你就一吐氣就發脾氣了 但如果你有一個敏銳的心的時候 在危難的時候 在那些艱難的時候 你可以沉得住氣 昨天我們在Tracy那裡 很開心 和大英姊妹一起去分享 我們都說到 當我們的小孩 我們叫他不要再玩電腦 叫他快點睡覺 這些是危機 大英姊妹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聲浪 會不一定提高 連最溫柔的大英姊 都會大喊一聲 然後跟小孩的關係 就是不好 這些全部都是危機 但是與此同時 其實都是一個契機 但是我們往往就把這些東西 我們就 主要你救我 我們就錯過了這些機會 我們把握不了這些契機 剛才彼得的一條 怎樣 是for love 還是很醜 其實是for love 其實是for love 我們相信其實他是外主 這次他把握到這個機會 因為他知道這是學習 外主更深的一刻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的游了上岸 他真的去見耶穌 要不然他真的 好像我剛才說一樣 一直閉氣閉氣到 耶穌說能不能給 不知道潛了去另一邊 第二個海 他真的游了上岸 我們繼續看經文 他就說 當門徒上岸 耶穌就見到彼得 是嗎 為他們煮了早餐之處理 他們上岸的時候 耶穌有沒有教訓彼得呢 教訓他之後 你又說 所有人都離開我 你又不離開我 你最後現在都離開了我 有沒有罵他 你這個反骨仔 就是你這個叛徒 沒有啊 給我們會 那些小朋友 晚一點回來 或者玩久一點 我們都罵到他們 狗虛臨頭 是嗎 本土 不是本土 你真的不理解自己 大家怎麼樣 我們說到這些 很嚴重的 是嗎 世界就這樣停頓 他覺得 What's going on Only five more minutes 經常都五 more minutes 但我們看到耶穌用一個很溫柔的愛對他 說他預備早餐 犯了這麼大的罪 預備早餐去吃 慈慕怎麼樣 你覺得很難 耶穌 你怎麼搞什麼 爸爸有時候很軟的心腸 喊一喊你 那些女兒就覺得 OK 但是這個場景 你看到經文的場景 是甚麼 很特別的場景 炭火 你又記得炭火 對比得很熟 對你來說可能只是燒烤 炭火取暖的時候 就是他那次背叛主 所以耶穌有特意做個炭火 你覺得耶穌是不是用心良苦 還是滋潤他 很矛盾 所以有人說 有人覺得 之後耶穌問了三次 你愛我媽媽 就是因為 彼得三次沒有認可 所以又製造個炭火 又製造很多場景 讓你內疚一下 是不是 很內疚 太太很喜歡 好像老公內疚 然後就覺得舒服很多 會不會是這樣的心態 總是要人內疚 我相信耶穌不是 我們這麼多人尋味的這一段 這一段很重要 我們一起賭 他們吃了早餐早飯 耶穌問西門彼得 若漢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比這隻更深嗎 他回答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小羊 耶穌第二次問他 若漢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他回答說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牧養我的羊 耶穌第三次問他 若漢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媽 彼得因為 耶穌第三次問他 你愛我媽 就憂愁起來 對耶穌說 主啊 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羊 我實在在告訴你 你年輕的時候 自己束上腰帶 脫腰往來 但到了年老的時候 你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綁著 帶到你不願意去的地方 主耶穌說 這話是指明彼得將要怎樣死 來榮耀神 說了這話 就對彼得說 你跟從我吧 你跟從我吧 再一次 你跟從我吧 這個回響 再不是回響 是一個切實實的聲音 和機會 弟兄姊妹 當有人不斷地問你 或者不要說不斷 問你三次 你愛我媽 你有什麼感受 你旁邊的人 你現在旁邊的人 問你三次 你愛我媽 不是早午晚 就在那一刻 你有什麼感受 即是很煩 很煩 你很沒安全感 都說愛你 我已經說了三次 但他覺得彼得的心情 他不是很煩 他問他 第三次 他問他 憂愁 有人被人問 你愛我媽 你是憂愁的嗎 即是你內疚 你是不是出去 搞過什麼事 你怎麼會憂愁 這個反應憂愁 是你有前科才會憂愁的 但更加奇怪 我們覺得 不是應該 彼得問耶穌 我得罪了你 你是不是再愛我 你是不是更愛我 是應該彼得問耶穌 三次 不是耶穌問彼得三次 你愛我媽 應該 是否真的因為他三次不認主 所以他憂愁 但我們發覺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他三次不認主 他憂愁 他的憂愁不是因為耶穌 那個問題 不是問世界情為何物 這個問題 我相信他的憂愁 是因為耶穌之後的那句話 之後的那句話是甚麼 餵養我的羊 牧養我的羊 甚麼意思 原來是要有行動的 原來是要行動的 即是彼得你知道 彼得你看過 剛才我們說的 他是一個口說的人 他很多時候想不清楚 愛不愛我 愛 跟不跟從我 跟 認不認主 認 他有衝勁就沒有甚麼 沒有後勁的很多時候 是耶穌嘛 我走過來 然後又跌下去 他是這樣 他沒有想清楚 他過去錯過了很多神秘的機會 就是因為他 很雖然 YES GO 但如果你是耶穌 你會怎樣幫助他重建他 耶穌知道彼得對他的愛是沒有跟 沒有跟 沒有跟 是甚麼意思 是沒有行動的 只有衝動 經不起考驗 但彼得對神的愛 經不起考驗 不夠徹底沒有跟 當時你就像彼得一樣 往往會失去很多機會 我說的都是在你生活當中 我相信你沒有甚麼大錯 我相信 但很雖然我剛才說過很多生活的機會 危機 你就錯過了 但耶穌再一次給他的機會 這個機會 其實也是一個危機 你愛我媽 有人問你愛我媽 是很危險的事 是危機 為甚麼 因為之後的說話是甚麼 就是要轉行 他打開魚 現在要牧羊是兩回事 羊是怎樣 揹揹聲 喜歡迷路 偏向幾路 魚不是很相同 老伯都在釣魚 完全不同的玩法 他要一個行動 是一個很大的行動 當他說第三次的時候 為甚麼不是第一次就已經憂愁呢 是第三次 因為他真的想清楚了 第三次了 原來 是那個牧羊和要餵養 他想清楚了 原來是這樣 他知道他也是口說愛 但他做不到 神妾做不到 他會說 你想想耶穌會不會 他不想耶穌再失望 老實說 他在憂愁的時候 他知道他真的做不到 他不想耶穌再失望 他不想再讓耶穌傷心一次 但這個時候 耶穌真好 耶穌真好 給他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 去牧羊和愛他的樣子 你要注意耶穌說的每一句說話 他說是牧羊我的羊 即是甚麼意思 如果用彼得 我覺得耶穌應該說 你打魚 你打我的魚 彼得沒那麼難 但起碼是我的魚 打你的魚 我去你的魚堂打你的魚 OK 不是很難的事情 耶穌說 牧羊我的羊 不是你要去很辛苦的牧羊 意思是神會教你 會幫你 道過這些危機 重建你 建立你 等於今天 我們都問上帝 愛為何物 不是一個很空洞的事情 大家都學過的 是嗎 love language 是嗎 那五個language 是甚麼 那五個language 是甚麼 serve word time give 和touch 是嗎 love language 你太太的love language 是甚麼 你知道你老公的love language 是甚麼 她不覺得love 因為你的language 和她不同 是嗎 大家都很熟悉 你明白我說甚麼嗎 沒有人不明白 但今天你有沒有問過神的love language 是甚麼 神的love language 是甚麼 各人不同 每個太太都不同 當然 多數太太 我發覺都是要服侍的 都是要多服侍的 反而那些什麼 touch 很低的 不要碰我 服侍我 所以我們選擇服侍 就幫她 massage 有 touch 男性就是touch 剛剛相反很多時候 神的love language 你有沒有問過這件事 除了問太太之外 或者問你的先生之外 有一首詩他這樣說 神劇不問你 Do you love me 他不會三次 Do you love me 他知道你覺得他煩 他問你how How 就是說love language How do you love me Use your talent to serve me How do you love me Spend time with me for intimacy How do you love me Place me in the difficulty How do you love me Give yourself as a gift to me How do you love me Touch the hole in my hand Gentily 五個有了 我不是說你要做這些事情 但你問 你問 How do I love you God 神會選擇一個給你 告訴你 也許現在你是要侍奉的 也許你現在是需要 spend多點時間給神的 也許你現在在困難當中 你是需要讚美祂 神告訴你 你這一刻的love language 祂的是什麼 你問祂 其實就等於 他問 你愛我媽 最後我們看到 彼得有沒有成為一個目者 我們剛才說了 使徒行轉好 彼得前後書好 感謝神這一次 祂把握到機會 祂找到神的love language 在彼得前書 他說 無要牧養你們中間的羊群 按著神的旨意照顧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 而是出於甘心 不是因為貪財 而是出於熱誠 不是核館託你們的羊羊 而是要作他們的榜羊 到目者顯現的時候 你們必定得著 永不扭壞 是榮耀的冠冕 從失敗的跟隨者 到得性的目者 彼得給我們看到 祂霸了你的機會 今天德英姊妹 神機會仍然給你 而每一個機會記得 在危機當中 一定在危機當中 這些才叫做機會 這些才叫轉機 也是你愛神更深的一刻 我們一起祈禱 七日主我們知道 每一個機會都在你手的時候 我們巴不得 每一次我們都能夠掌握 但父母說 我們很慚愧 很慚愧 因為我們比得更加不中容 很多時候 我們三次、四次不認你 但主你仍然是 如此愛我們的緣故 以至我們今天主要 再一次在此立志 我們願意回轉 我們願意更加被你使用 尋找明白 如何去愛你甘心 讓我們盡心、盡勝、盡以愛你 祷告奉主耶穌命求 好嗎?